各位先生 李克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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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 侵犯問題 又成了中美關係當中的 一個突突的問題 但是 我們還是 希望 反正 相互 尊重 平衡 富裏 信守 沉默 原則 進行談判 來 找到 相互 都可以接受的 解決方案 有些公司甚至造成 世界水平 例如在AI 因為全球 在一個整體的產業鏈上 而中美的 貿易工作 是全球產業鏈的 重要 組織部分 我們不願意看到 不希望 大亂的 產業 對 中國 的 共同 中國 美國 美國 共同